把人带到大少爷房间吧 啊 啊 不是结婚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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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结婚吗 就你这身份 还配提结婚 带走 走 进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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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藏私房钱了是吧 把钱拿来 啊 啊 钱呢藏哪了 在这里是不是 下 走下白石白石这么多年 有什么资格藏私房钱 那时候打工转来 那叔叔治病的情 治病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呀 干什么 起来信不信我打你 先生 你干嘛欺负姐姐 去 让开 给我让开 没事吧 没事吧 赶紧起来起来 没受伤吧 没事吧 来 坐坐坐 谁也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但是这点钱 给你叔叔治病 差得太多了 不用写不用写 知道知道 我答应过你叔叔 要照顾你 所以给你找了一门亲事 南方 是全家的总裁 全玉玺 保证 保证你嫁过去 衣食无忧啊 妈 我什么我不 你给我闭嘴 月月 南方答应了 财礼给一大笔钱呢 你叔叔的病 就有救了 要你说 咱们是救 还是不救 太好了 月月 是带你叔叔 谢谢你 是带我 期望提前 大少爷各项身体指标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因为长时间没有运动 所以肌肉有些萎缩了 要不要紧会不会影响走路啊 这个就要看大少爷自己的了 谢谢 儿子你放心 爸爸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的腿治好 爸 我没事能醒来就好 对了爸 昨天晚上那个姑娘呢 对了爸 昨天晚上那个姑娘呢 你管她干什么 你醒过来 她就算完成任务了 任务 什么任务 你爸听说 找一个五官残缺的处女 能让你醒过来 你昨天晚上没有发现她是个哑巴 你们会不会太荒唐了 是不是你的主意 哥 我今天才知道这事 爸 我想见她一面 走 钳子 他说这种变需要钱 钱我会如数给你 以后离全家远一点 谁呀 墨云 你没有和你婶婶还有妹妹他们出去玩吗 昨天他们说卖了房子出去旅游了 有钱都不给你叔叔致病 这些人真是 你把我们全家当成摇签树了吗 你很贪得无厌呢 你 阿明 好 我婶婶没有拿钱给医院 我叔叔要被赶出去了 阿明 打得去医院将前 他怎么接来了 谢谢你救了我叔叔 我想给你打工还钱 不用 那点情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出去 阿明 他住的地方被他婶婶卖掉了 他现在 无价可归了 阿明 给他安排一个房间 好 我还以为他不会醒过来 谁知道那个小哑巴居然让他醒了 这老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姑姑 那我该怎么办 你去 对 只要全家的权利 掌握在我们手里就行 你在干嘛 泡脚会促进血液循环 不用不用 出去 我说了不用 你干嘛 阿明 我说你是个梦 我还不想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可是我 Ox 我都没有 可以了 去到本室了 白小姐 你在干什么 白亚萌 你这是干什么 玉哥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刚我就在这喝茶等你 然后他就冲上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阿明 玉哥哥 这个是你心情的女佣吗 这么年轻啊 这是我的客人 客人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姑父给你选的那个女孩吧 你不是把他送走了吗 你来干什么 玉哥哥 我知道你醒过来了 就马上来看你了 那你看到了 不送 玉哥哥 我担心你 阿明 送客 白小姐 请 那玉哥哥 我改天再来看你 你大哥车祸的那个赵氏司机 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司机出事后 没几天就失踪了 失踪了 可能知道自己撞的事 全是集团的大公子 怕扛不住压力吧 但愿事实 确实如此吧 爸 你什么时候也爱看那些肥皂剧了 哪有那么多阴谋诡计啊 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你不用担心 是白亚王在搞事情 你不用放在心上 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全家也没亏待过你 只要你好好辅佐你大哥 全家的富贵 少不了你的 就别生出那么多 不该有的心思了 当然了吧 我会好好辅佐大哥的 谢谢你给我说出治病 我短期内也没法还你钱 所以我想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知道你的腿痊愈 你好 莫远小姐 还记得我吗 我大哥怎么不在啊 你手怎么了 大哥 你回来了 大哥 你的腿好点了吗 还是老样子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关心你的 对了 照你的那个肇事司机 他失踪了 你知道吗 咱爸说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 大哥 你觉得他 是被人指使的吗 希望不是吧 好了 看完你 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哎呦 不管爸妈对你怎么样 我始终把你当兄弟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哥 爸妈和你 一句都对我很好啊 走 人找到了 好 这样 越来越好玩了 喂 什么 我们的旅游线路又被人抢先发布了 我大学学的事情区管理专业 之前也建制为旅行社设计过游览路线 我很想帮帮你 其实 喂 阿明 老板 你快看新闻啊 对 我老公生变 在住院 全家就要找一个 无关有缺陷的女孩 不知道怎么就找到我们家云云 云云确实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她是我养的 全家 用我老公的命 避险我 我对不起云云 云云姐 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是 是 云云 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我去澄清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不用 我来解决 你也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 与你无关 律爱 别 你也不用担心 这次的事情是不是你搞的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管你怎么搞 也不能拿全家的声誉开玩笑 万一让老爷子知道了 这是哪家媒体 我要找他们老板聊一点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 你赶紧把自己藏好了 别让人发现了 老板 记者们我都安排在会议室了 人有点多 你能应付得来吗 没事 喂 爸 那个女儿你送走了吗 没有 你为什么还不送走 你看看现在的新闻舆论 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把集团交给你 不是让你 爸 我知道该怎么做 走吧 好 我刚才在一天 哎 哎 不是 你 哈哈 很 乖 说你 你 你 你С Grandin 六卒 先拍一張專題 你考慮過什麼樣啊 四十八 五十八 你可以 快剛剛進去 五十八 快養點碗 您有考慮過上宿嗎 錢玉姐不是你們修的 ец藝 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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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谁一起是个好人 谁也没有骗我 我想谁和我谈你 才能说误会 买卖人不是干法的 造谣也是 你们不可以这样就忘了 希望你们不要乱死 谁让你这么做的 既然你这么做了 就不欠我了 如果你想离开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莫月 去帮我买点糖鸡的糕点 爸 公司的新路线发布会 为什么要延迟 爸 出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 之前明佑做的时候 好好的 为什么你醒来一接受后 就出现意外啊 啊 爸 您是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你自己要反思 这是你醒来之后 接受的最重要的业务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你这个总裁 就坐不稳了 我之前坐得稳 我现在一样坐得稳 好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哎 对了 为什么还不把那个女人送走啊 利用完就扔掉我做不到 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 是他在帮我们结尾 哎 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呀 你看他那个婶婶和堂妹 啊 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说不定什么时候啊 又会发生今天的事 你还是赶紧把他给弄走吧 爸 我真的累了 您别说了好吗 您先回去吧 我的事情我自有打算 阿明 我看你现在翅膀是越来越硬了 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 你看他那个婶婶和堂妹 啊 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说不定什么时候啊 又会发生今天的事 哎 你还是赶紧把他弄走吧 如果你想离开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沐云呢 怎么没人做早饭 老板 这是 莫云小姐留下来的 荃先生 谢谢你这段时间收留我 还出钱给我说说屁壁 我以前 以为我是可以照顾你的 可是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存在 会给你造成这么多麻烦 是我太偏真了 以前 你一直暗示我可以离开 可是我还是死皮赖脸不愿意走 想想真的很可笑 也谢谢你 一直没有直白地赶我走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我不能留在这里了 说说致病的钱 我以后会赚钱还给你 希望你的腿可以早点好起来 祝好 莫云 我什么时候暗示过要赶他走了 这是我的房子 虽然不大 但是你一个人应该够主 放心 我大哥和我爸他们都不知道这里 先住下来吧 再找工作 你为什么要帮我 是你让我大哥醒过来的 我当然要替我大哥报答你了 只是巧合 是缘分 我在马路上碰见你也是缘分 你就安心在这住宝 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吧 叔叔 您快点醒过来吧 我又找不到婶婶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醒来告诉我好不好 我正说去你叔叔住的医院找你 看来他对你真的很伤心 老板 莫云小姐平时两天过来一次 算起来今天也会来 我们应该能碰到她 水还是温的 应该刚走没多久 老板 要追吗 她一定是在故意躲着我 就算莫云小姐故意要躲着您 她也不可能知道您突然来找她呀 会不会是巧合 也许啊 对了 墨家母女找到了吗 没有 自从那次采访事件结束之后 就消失了 看来是有人故意找到他们 让他们在记者面前 说出那样的话 达成目的之后 又把他们藏了起来 老板 你说 这件事和车祸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希望不是吧 你知道了 多等会儿又怎么了呢 说吧 找我来干什么 来感谢你呀 要不是你告诉我墨家母女的下落 我也干不出这些事情来 更没有机会借全叔叔的手 将那个女人赶走了 我以为你让我告诉 是你想帮墨云找家人 是为 说吧 找我来到底是干什么 那个女人失踪 全玉玺在找她 哦 失踪了 全民谣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把她躺起来 所以 这事你还应该感谢我 哎 不知道全玉玺 要是知道你这个好对比 在背后这么搞她 会做何感想呢 哦对 也有可能没什么感觉 毕竟 你只是个养子吗 说的对 那按照你的意思 我把墨云的下落告诉她 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 以后给我小心点 这 我 有人在做饭 爸爸 是墨云小姐回来了 墨云小姐 墨 月哥哥 白小姐 你回来了 今天我下厨 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姑姑给我的钥匙 她听说你遣散了佣人 阿明一个大男人 又照顾不好你 就让我进来了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出去 月哥哥 我让你出去 真不知道 我哪里不如你个小哑巴 你宁愿让她陪着你 也不想让我陪着你 再说了 她连话都不会说 简直就是个累赘 你们全都围着她拽 你是这样 全面又也是这样 我问你刚刚的话 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先走了 阿明 去查明文明下的房产 是 辛苦了 这都是你做的 快吃吧 好手艺 做菜都这么好吃 难怪我大哥一直在找你 最近找工作顺利吗 没事 要是找不到 就现在就住着 慢慢找 蔡哥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哥 什么什么意思 我看到云云流落街头 想到她毕竟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所以我就收留她了呗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知道我在找她吗 大哥 你跟云云 闹别扭了 云云 是云云大哥好心收留我呢 你不要怪她 云云大哥 大哥 这称呼有什么问题吗 跟我回去 我找到你审舍和唐妹了 云云 你帮我跟全家人说说 我们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是有人逼我们 谁逼你的 是一个小姐姓白 她说我要照这么做了 就再给我们一笔钱 云云 谁谁是为了救你叔叔 才这么干的 姐姐 求求你了 帮我们跟全家去修情吧 我叔叔 也是你们的照顾和父亲 你们拿到了钱 为什么不救她 云云 我们是有苦衷的 这钱我们为什么不能花 这些年来我们省事前用的给那个老不死的治病 别人有的一副帮我都没有 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吊着他呢 他要是早点死了 只要我们大家都轻松了 别跟山下一般嘴 他不懂事 你 他是你他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不救我家 从此以后我们再无关系 你们好 不是 在哪儿找到他 在海城的一间美容院里 既然如此 那就留在海城 永远不会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了 只能有一杯子 老板 那白小姐呢 白师不是一直想和全市深度合作吗 那么东南亚那个项目 就交给白师去做 指明让白眼盲去 明白了 你放心 你的沈氏和唐妹 永远不会在这座城市里出现 好了 都过去了 之前你说过 你想靠工作赚钱是吧 来我们公司上班吧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任何的优待 之前听你说过 你是学景气管理的 那么你跟其他员工一样 三个月试用期 你可以吗 坐吧 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 听说 老板直接发话 空降过来的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走了什么后门 还有个更离奇的手 听说 这个女孩是个哑巴 啊 我们公司 什么时候门口这么低了 听说 这个女孩是个哑巴 啊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 什么时候门口这么低了 墨云 墨云是吧 这里是公司新开发的168条旅游路线 你呢 逐一的做一个评估 每一条呢 不要低于一千个字 在明天上午 10点半以前 送到我的办公室 啊 一百六十八条 十六七万字 给我一个礼拜 我都写不完呢 总监啊 他就是那个女的 是他吗 不然你以为呢 啊 像他那种 要学历没学历 要经验没经验的人 怎么可能 空降到我们核心部呢 啊 这不是老板亲自发话了吗 哎 老板他是想报恩 这个没错 但是他不能把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哑巴 安排到我这儿来啊 总监 你小点声 别让人听见了 哎 我骗大点声 怎么了吗 哎 再说了 咱们这个公司 以后是不是那位大少爷的 还另说呢 他就这么接了呀 对 莫云小姐是不是也没什么经验啊 十六七万字 别说还要评估后再写 就是单纯的打字 一天一夜也打不完啊 既然他想独立养活自己 那我绝对不会拦着他 然后关键时刻 英雄就买 闭嘴 没吓到你吧 做得怎么样了 刚刚搞定 这么快 老板 莫云小姐 吃点东西吧 莫云小姐 您慢慢吃 今天是要通宵了吧 他说的全部都做完了 啊 老板 一个小时了 要不叫下莫云小姐吧 他还不出去下车 好 干杯啊 轻点 啊 一百六十八条 你才给我写了二十条 你这就叫做完了 这些路线 有很多是已经被废弃或重合的 所以我将里面有商业价值的挑选出来进行运功 你可以 重复的和废弃的 就可以不写了 你这才来两天 就这么投机取巧 我们这个规则 我们这个规划部 怕是容不下你的 这个工作量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 如果是合理的工作 我一定能完成 合理 在权势 我说合理就合理 我说不合理 他就不合理 我怎么不知道 这权势改姓陈了 陈总监说的没错 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 的确需要重新做评估 陈总监说的没错 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 的确需要重新做评估 那么就你而做吧 墨云第一天来公司 对公司还不是很熟悉 暂时完成不了你的业务 你在公司待了这么久 应该没问题吧 陈总 对了 还是按照你规定的时间一样 明天早上就 如果这么点小事都完成不了的话 我有理由怀疑 你是否能合理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 如果不行的话 明天你也走吧 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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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什么意义 我的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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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公司了 有时间见一面吗 时间过得真快啊 没想到一转眼 你已经在这工作一个月了 怎么样 还适应吗 听说你刚来第一天 大哥就为你一怒红颜 把字画部总监换掉了 我开玩笑的 别写了 你现在还住我大哥那里 我大哥从来没有让一个女人 在他家里住过这么久 我现在每天学习按摩附件 给他按摩腿 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别动 有点东西 帮你摘一下 我发工资了 可以还你一部分了 不用 咱够了还点钱 我下午想请假 去看下叔叔 你有你的上司 找我干什么 出去 算你有良性 还没忘了我吧 我犯我爸的东西 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 我爸是不是给过你一条古董 项链 很值钱的那个 还给我 不在你呢 不在你那在谁呢 我妈都在家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你爸当初借高利贷还不了钱 被人家拿到砍死 那最后把事在我家赖上 你自己把事在砍死 啊 你这带着啊 我没办法 你这是带着啊 我要说话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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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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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玥玥 你行了 回去吧 好 玥玥对不起 我只是想安慰你 看什么呢 我大哥吗 我先走了 明天来看你 我帮着这么大风险帮你 你要争气啊 我帮着这么大风险帮你 你要争气啊 我这几天没去上班 要请假了 医生让我再住两天月 可是我想回去上班了 你这几天很忙吗 记得长按摩腿才能好得快一点 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今天出院 怎么了 以为是我大哥啊 他这几天一直没来看你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开心了就对你好一点 不开心了就理都不理 玥玥 我每天来看你 你开心吗 那你多看看我 别看我大哥了 我不懂 他那么冷漠无情的一个人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喜欢他 你也喜欢他是吗 你不喜欢他对吗 玥玥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玥玥 玥玥 跟我在一起好吗 跟我在一起 所以 你也喜欢我大哥是吗 我先走了 注意身体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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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也喜欢我当歌手 白亚能 他什么时候回国的 沐云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好 我知道了 老板 白小姐是两天前跑回来的 留不住了 还有事吗 没有了呀 老板 白小姐是两天前跑回来的 刚刚查到的监控也显示 她下午就潜入进来了 应该是她给你一下的药 给我把她召集你 是 还有事吗 没有了呀 墨云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 差点就错过你了 行了 现在我还没法公开我们的关系 等我处理完工作的事情以后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好 对了 现在有很多人盯着你 在住院去 还有啊 那个秘密 帮我抱着抓 以后你就知道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墨云 是又怎么样 不止墨云 可能过不了多久 属于痊愈起的所有东西 都会属于我呢 你什么意思啊 开个玩笑 我怎么敢跟我哥争呢 哎不过你老找墨云的麻烦有什么用啊 我哥他还是不喜欢你 就算轮不到我也轮不到那个小雅的 我很快忙完就去看你 你先工作 注意身体 等一切都解决了 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我想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 想让你给我生一群孩子 还有你们都有什么呢 二帅这两天 一直在暗中接触古东门 不过都是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你先休息会儿吧 还有三天就是董事会 可以收我了 他几乎两三天出去一次 最后一次出去 买了蔬菜和水果 还有燕云棒 什么 我分了要点医生的 确实是燕云棒 莫云你个贱人 嗨 怎么不欢迎我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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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 怎么 不欢迎我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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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已经对于哥哥死心了 与其做敌人还不如做朋友呢 你说是吧 那 她专门让我给你带的汤 哎 放心 是鱼哥哥叫我来的 你想想 她不让我来 我怎么敢来呢 而且她身边啊 靠谱的女性朋友 就只有我这一个了 这下相信了吧 光顾着说话 汤都要凉了 给你盛啊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汤 船船 真的好喝 真的好喝 我出车祸 在床上昏迷了几个月 醒来以后重新借管公司 发现公司变化很大 大少爷 您身体还没恢复好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啊 您昏迷的这几个月 二少爷管控公司 也得心应手 您可以放心了 好喝吗 大口点喝嘛 可营养了 大少爷管理了这么多年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二少爷接管这几个月 那也是踩在他人的基础上 哎 话不能这么说 二少爷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这次新线路的发布会 本来二少爷做得顺顺利利 大少爷一醒 这新线路就被泄露出去了 你说这事闹的 没错 阿佑的确帮了我不少忙 这是应该的大哥 都是为了咱们公司吗 当然 也帮了你们不少忙嘛 这 你女儿宝颜 你女儿宝颜的名额 是因为挤下去了 另一个人对吧 还有你 你在外面养的女人 要告你 也是阿佑帮你摆平 你的儿子在澳门 输钱输了一个亿 也是他帮你填的工 对吧 还有你 我就不都说了 阿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比你差吗 难得就是因为 我不是全战亲生的吗 阿佑 我对你不好 你对我的好 不过是可怜我而已 我不想被你踩在脚底下 大哥 现在得换你来仰视我吧 怎么样 残废的滋味好说吗 像你这种人啊 根本不配坏他的孩子 玉哥哥 只不过是可女儿玩儿罢了 像他那种身份的人 怎么会娶你这样的小哑巴呢 嗯 哎呦 可真是难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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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哥哥跟我说了 我想看见你了 想让你赶紧消失 我确你好自为之 赶紧滚 大少爷 您身体还没恢复好 我看了 您还是回家养病吧 嗯 对吧 对吧 嗯 嗯 我 integr 嗯 哎 嗯 嗯 全雨血 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 不对 我从来都没有看透过你 你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所以你才看不到 你的腿 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老板的腿就从来没废过 你早就醒了 你是装的 如果不是因为墨云 我会在阿明收集完所有证据以后我才醒来 更不会允许你做这么多恶事 我真是没想到 你为了击毁我的身亡 你不惜把公司一手打造的新路线 新路给对击公司 阿游 你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收集好了 全玉玺 你是不是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告诉你 阿明 带二少爷去办公室 好的 有些事情 让我们兄弟自己聊 月月 不要害怕 你在这带着啊 不要说话 都给我回来 等爸爸啊 原来老板的位子 也没有那么好做 那你还想做吗 你会给我吗 你曾经会 大哥 你太虚伪了 一面背地地调查我 一面 又在这跟我装兄弟情深了 阿游 我真的把你当兄弟 无论你是不是全家的血脉 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外人 全家的血脉 全家当初为什么收养我 你知道吗 因为白珍珠你的继母 他生不了孩子 所以他要找一个儿子来跟你争家产 阿游 可是无论我做的多好多努力 在全家的心中 他只有你一个儿子 所以白珍珠放弃我 我就像你们全家的一条狗 开心了就回来抱抱 不开心了就可以随意打我 骂我侮辱我 可是你呢 所有人都爱你 所有人都怕你 所有人都呵顾你 凭什么 阿游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当初在孤儿院被接走的时候 我有多开心 我以为马上就要迎来的是 我的新的幸福生活了 可是呢 我每天夜里都在想 我如果当初就这么死在了孤儿院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 阿游 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 所以呢 你愿意把你的集团给我吗 把孟云也给我好吗大哥 算你补偿我的 好吗 我不愿意 我的孩子 我如果当初就这么死在了孤儿院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 阿游 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 所以呢 你愿意把你的集团给我吗 把孟云也给我好吗大哥 算你补偿我的 好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把全世所有人的未来 都交给你这样的愿 把孟云给你 你可真贪 再贪但我也不会想要人的命 你知道了 阿游 但凡是你做过的坏事 必定会留下痕迹 好承认 我说了 阿游 我会送你出国 让你在国外度过下半生 我不需要你这么委婶 我也不需要你可怜我 全雨昕 我不会顺了你的意的 我要自首 没有你一辈子都活在内疚和愧疚之中 阿游你这是何苦啊 就算我输 我也不会让你赢 是你叫了吗 我路过你家门口 发现你晕倒了 把你送进了医院 谢谢你 医生说 你刚刚流产 身体很虚弱 需不需要我叫你丈夫来 老板 这么急是去见莫云小姐吗 对 为什么知道你话不说的心 岳哥哥 岳哥哥 你的腿 不是让你出国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 岳哥哥 你的腿好了 真是太好了 放手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纠缠你了 放手 我就好好地当你的妹妹 岳哥哥 你看外面有好多记者 我去帮你拦着他们 好吗 岳哥哥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陈总出来了 快快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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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的腿 什么时候恢复的 陈总听说 陈总是您弟弟当时的是吗 他已经去自首了 您知道这件事 这是陈总的私事 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 好吧 小姐 陈总和陈总 私家一起 我们家乡不能为你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别拍了 别拍了 行吗 这也是陈总的私事 陈总 什么一切 看官方报道 好吧 像他那种身份的人 怎么会娶你这样的小哑含呢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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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陈总 你的腿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请您回答一下 您报答的愿望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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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这里来 陈总 你回答一下吧 陈总 走吧 好吧 我就走 说两句吧 陈总 这样您说两句吧 陈总 一会找个地方 把我放下来就行 陈总 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时候 外面好处的记者 有什么把我扔下 开车 陈总 别走啊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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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 真是白仰他一场 你也是 生不出孩子就算了 领养回来一个白眼狼 差点害死我儿子 爸 别说了 你的腿根本就没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 还有 你怎么能允许你弟弟去自首 我们全家的脸 往哪放 爸 都这个时候了 您在意的还是您的脸面吗 你说什么 是爸 阿佑是被领养回来的没错 可是你们有谁真的把他当过家人 当然我也没有 所以他才会恨全家 恨我们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别人 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 别动手 爸 我已经不是那个人用你打骂的小孩了 你现在握着整个集团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爸 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聊吧 我先走了 你走了就别回来 全民友通过律师让我跟您说 他也不知道莫云去了哪里 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他说 他虽然恨您 但是他没有理由去伤害莫云 我这个弟弟 什么都想跟我争 他还说了 让您去问一下 白亚梦 莫云失踪了 失踪了 怎么会失踪啊 你去找过他吗 没有 我怎么敢呢 玉哥哥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如果让我知道你去找他做了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放心吧 我绝对不敢 玉哥哥 我帮你一起找他吧 出去 老板 莫云小姐的东西都在 但是证件不见了 去找 好 你真的决定就这样跟我一起回美国了 医生说了 你的失语症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 虽然现在已经好转了 但平时还是要多说说话才能恢复 明白吗 我知道了 江总 谢谢你帮我离开这里 到了美国 我会努力工作的 其实你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可我就弄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避之不及 非要跟我一起回美国 我们这么一走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都过去了 陈雨昕 我会把你忘了的 我会把你带在 Monster 墨云 陈雨昕 好久不见 墨云 不可能 他不是墨云 他会说话 陈总 好久不见 你可以叫我daisy 或者我的动物 墨云 于哥哥 他 他 他不是墨云 白小姐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对 陈总 一往轻生 墨云 你去哪了 陈总 你当你为什么要走 陈总 请您放开 少卿 我没事 陈总 我们今天来 是辽贵公司 收购的事情 不过我看你状态 好像不太适合 我们改日再约 陈总 你们先出去 出去吧 月哥哥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月哥哥 阿明 查他住去 还有他在国外这些年的所有资料 好 陈总 墨云 怎么会回来呢 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我是不会让你抢走的 喂 哦 好的 是江总 什么事啊 怎么不接电话 刚才有事 接应了 我听说你回去 被杨阳要收购权势 这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 我收购权势 不过是我的障眼法 以我们极光现在的实力 根本动不了权势 我只想借眼前这棵大树 去下下我们真正要收割的那些小树 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啊 对了 见到那个人了吗 还有别的事吗 怎么 我还不能问问吧 见到了 不过都是来捞工作 那就好 那你在国内等我 等我这边忙完了 我就去帮你 知道了 好 老板 您和那个拳 开车 你不是有房卡吗 敲什么门啊 怎么是你 房卡 您把房卡给谁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出去 我不 给我出去 我不出去 我就出去 我出去是吧 我叫人了 喂 前台吗 这里面有人闯进来了 帮我叫 前台妈 不好意思 那个她是我老婆 我们刚刚吵了一点架 她又有一点发火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喝好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陈一喜 你到底要干嘛 我就是送个早饭而已 我不需要 那这样 你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我这就走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把房卡给谁了 我才能告诉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说 给我了 给我了 泉总 你擅闯我们莫总房间 我可以报警的 你可以报警 把房卡先给我 你说什么 云云 跟你开玩笑的 这样 先吃早饭 明天我再来给你送 老板 他刚才叫你云云 这 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不该问的别问 哦 老板 你父母的事太久远了 能够查到的东西不多 哦 知道了 咱们这次 估计在国内 要逗留一段时间 要不先租个房子 你决定就行 这个还挺适合的 我告诉我 这可不简单 您调研怎么要求 我是真想去 你放心吧 我肯定以为要求 这边打点轻药给你吧 好 做啥 最近拍戏太累了 你看我黑眼圈都中了 小月姐 你拿我什么黑眼圈啊 还是这么漂亮 就你嘴嚏过着小月姐 今天全场就是你在好 全大少爷一出来 肯定就一不开眼了 求不非来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各位来宾 今天的酒会正式开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 极光集团总裁 莫云莫总 有请莫总上台致辞 要不要替你 小月姐 她是个哑巴 不会说话的 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表姐 之前害得我家害得好惨 莫总 我听说您自小就不会说话 这次致辞 要不就我帮您吧 正好之前在剧组的时候 学过一点哑语 各位好 我是莫云 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 这次回国 看到了我们旅游行业 如今发展得这么好 我非常开心 希望在未来 能够找到一位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让我们的旅游行业发展 更上一层 谢谢大家 好 莫总 敬你一杯 敬你 很高兴认识您 希望有机会 能跟你们极光合作 是啊是啊 来 喜欢喝的话 我给他帮你敲 好啊 这不是牛奶 我知道你乳糖不难受 这是多酒 其实你并不想收购全室对吗 这个简单 权总 这里好像不太方便聊宫事 行 那我们就聊私事 其实我很想知道 当初你为什么会离开我 我当初为什么会离开 你心里不清楚 玉玉 我到底清楚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不好意思 适配 玉玉 老板 跟许总约的时间到了 莫珊珊 见了姐姐 连声招呼都不打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都说话了 我也没想到 当初全玉玺 让你滚出这个城市 如今你怎么还敢在他眼皮底下活动 是又怎么样 当初你逼得我和我妈走投无路 你现在还想逼死我吗 我逼死你 是谁当初把我当成物品一样卖掉 又是谁 把我换来给叔叔救命的钱 拿去花天酒地了 你小时候没少受侮辱吧 怎么你把这些都忘了 那你现在想要干什么 你爸妈现在在哪里 你问他们干什么 我去探望一下我的叔叔婶婶 不可以吗 不需要你假惺惺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我 我 你要干什么 告诉我 全日洗不清 不代表我不会追究 那不成 你还敢杀了我 怎么会呢 杀人可是犯法 下周三我有时间 带我去见你妈妈 下周三我有通告 是你 如果你以后还怎么有通告接的话 最后不要去求 目前只能查到 极光集团最早是一家旅游公司 法人是一个叫江淮的中国籍男人 从两年前开始不断扩资 到今天这个规模 在此之前 一直没有莫云小姐的消息 直到江淮退居幕后 才由莫云小姐来担任总裁 老板 江淮今年三十八岁 未婚 继续找 好 老板 明天早上还有会 要不您先回去准备休息吧 再等会儿 主要是 莫云小姐不知道 要应酬到几点 您 我说 我就想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待一会儿不行吗 莫总 慢点 莫总 莫总你慢点 慢点 莫总 莫总 走吧 你干什么呀 走 走 莫总 莫总 走了走了 莫总 别笑了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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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不 喝不了家喝那么多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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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醒了 接着睡 我先走了 我好想你 我本来想忘了你 可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想你 为什么你这么坏 我还是没有办法 放下你 小邱 权总 你嘴巴怎么那么红啊 你 你对我都做了什么 小声点睡着了 房卡给我报管 全血 我报警了 报 报 报警之前 先给我叫个救护车 阿明 走 给 你拿我房卡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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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假的 一定是做梦 老板 您没事吧 你不是有房卡吗 敲什么门 我房卡被全宇宙抢走了 什么 他让他的助理缠住我 然后把您送回房间 等我追上的时候 他已经出来了 还抢走了我的房卡 老板 他 没对你做什么吧 没有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那您先洗漱 我去给您拿走点 好 好 走 我是来送清酒汤的 你不是拿房卡了吗 怎么还将门 那你第一次是说 以后直接进来了 给我出去 昨天晚上怎么喝了那么多酒 头痛不痛 我有助理 不用你 那也不介意多个助理 全玉兴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要追你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你是不是都不想回去了 你瞎说什么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全总 全市集团的总裁 请会 江总 就用大名了 全总 我们的合作晚点 我约你时间 少卿 江总刚回来 去给江总开检房 江总 云云 待会我们一起吃早饭 明月 醒酒汤 记得喝 excuse me ok 全总 工作的事 都追到酒店来谈了 我和莫云之间 可不止有工作要打 我不管你们以前有多少交集 莫云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 更是我的好朋友 如今跟贵公司 还有生意往来 还请全总 适当回避 我和莫云之间 没什么好回避的 倒是你 不管是工作伙伴 还是好朋友 请你记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要抱有其他幻想 江总 房间已经定好了 您先去休息一会儿吧 小月姐 生什么气啊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怎么可能 上次的事 使我没想到 都哑巴了十几年的人 居然会说话了 小月姐 我是真心向着你的 要相信我 你现在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这个事都过去了 怎么算过去了 你不是 还没拿下全总的心吗 你什么意思 其实全总现在身边 一直都没有女人 只要你一直想办法 留在全总的身边 他一定会注意到你 尤其小月姐 像你这样美丽又善解人意的人 全总 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可是 全总现在身边有 墨云那个女人 如果她不离开 全总怎么可能会注意到 身边还有你这样 关心她的人呢 那你说 该怎么办 她不是从美国回来的吗 那就让她回美国去 不要在中国 这样不就一劳永业了 小月姐 我有个办法 他们退房了 是的 今天一早他们就退房了 那那个 你知道他们退房以后 去哪了吗 这个 客人的私人行程 我们就不知道了 老板 墨云小姐的助理说 他们已经找好住处了 还说 还说什么快说 说希望我们出了公事 其他都不要再打扰他了 帅哥一个人吗 不好意思 那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墨总 老板 那就这样 老板 他怎么住这间 自从您离开了以后 老板就住进这个房间里了 房间里的摆设 从来不让人动 老板 我们已经把全总送回来了 就先回去吧 阿明一个人也照顾得了 墨云小姐 您先帮我看一下全总 我得去停车 兄弟我看你 车停得不错 你拉我干什么呀 我好想你 我想和你结婚 这个孩子 是好多好多孩子 你怎么可能会想跟我有孩子 阿明 你笑一跳 老板 你醒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您还记得吗 昨天晚上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是 做了什么吗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您还记得吗 昨天晚上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是 做了什么吗 我们 老板你先醒醒酒 我再跟你说 我疯了 我没做什么呀 老板 这么快就醒酒了 说正事 昨天晚上 莫云小姐跟我一起把您送回来的 然后呢 您真不记得了 快说 好好说 昨天晚上您在酒吧断片以后 我就跟莫云小姐一起把您送回来了 然后我还特意提醒了莫云小姐 房间的摆设一直保留 算你聪明 然后呢 后来我把她助理那个电灯泡给拉走了 让莫云小姐单独跟您待在一起 不过 莫云小姐好像没多久就出来了 好像还哭过的样子 哭过 坏了 是不是我昨天喝多了 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把她惹哭了 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去哪儿问 我昨天套到了她现在的住址 我明 不对 我今天给你加薪 老板 早饭 吃什么早饭 换衣服赶紧走 老板 我还没吃呢 老板 莫总 找到莫珊珊了吗 她躲起来了 通告也不参加 不知道躲到哪里了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世 她会出来的 当年那些给您父母放高利贷的人 除了判刑的 其他都销声匿迹了 再找吧 毕竟都过去十几年了 确实很难查 那几个老家伙 最近真这么反常 是的 自从极光集团放风收购全市一来 他们都开始暗中接触极光那边了 收购全市 她小的妹 再说 收购全市 跟我们白市有什么关系 那几个老家伙 还真信 一个小丫头 能收购到这么大的一个全市集团 算了 你再定型点 好的 所以你是想先放出收购全市的消息 让白市掉以轻心 声东击西 没错 不愧是你啊 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我好像听说 你跟白市那个白亚萌 有点恩怨 有 不过收购白市是我们的需求 与我个人的私事是无关的 就算有 我也会支持你 谢了 我们俩还跟我说这个 那个全玉玺 对你追得挺紧啊 江总 您放心 我绝不会让自己的私事影响工作的 没想到啊 她还有这样的历史 这件事是从薛晓月那知道的 她想偷偷把这个料给爆出来 被我给结下来了 不错 帮他们一把 没关系 莫云啊莫云 当年我能把你赶走 现在也能 老板 你还要 你看 老板 您先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 查 给我去查到底是谁发的 好 我马上去查 你 全总 你不能进来 全总 玉玉 我看到什么了 这是我的事 不让你走 芸月 我们什么时候封过彼此 芸月 在这个城市里只有我能帮你 不管你对我误会有东西 让我帮你一次好吗 好 继续查 老板 莫云小姐 信息和资料是昨天晚上有人匿名发到了一个鱼记的邮箱里 并且附上了一些当年的新闻 鱼记为了营造热点 今天早上立刻就发出来了 鱼记 我知道是谁做的了 芸月 你家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多吧 鱼记 我知道是谁做的了 芸月 你家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多吧 外人知道的不多 除了我的叔叔婶婶 还有 还有你那个混娱乐圈的表妹 莫姗姗 姗姗 你的法子真的奏效吗 小月姐你放心 你看莫云现在以往的身份被怀疑 尚未知路又不清不楚的 现在网友还能让她继续留在国内生活 就算她想留在国内 舆论也得让她走 姗姗你可真从 那小月姐 上次说的那部戏 放心 我下周就带你去见导演 谢谢小月姐 莫小姐 麻烦给我走一趟 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不是让你滚出这个城市吗 权总 就算是惩罚的话 这三年惩罚已经够了 我只是小混口饭吃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是你把那些消息 透露给媒体的 什么消息 你说你父母倩高雷呆被砍死那事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算了还怕别人说呀 我再问你 是不是你 把那些消息 透露给媒体的 当然不是我 你有证据吗 不是你还会有谁 就算是我做的 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做的吗 难道说 你还想对我用私心 老板 查到了 给记者爆料的是一个蒙面人 因为线下交易 所以查不到什么痕迹 但是我们根据监控 查到了爆料者的车牌号 是薛晓月的车 那请他过来 好 两个废物 这点事都做不好 还得让我亲自动手 他要害我 我能理解 你是为什么 是莫莎莎 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他跟我说 把你赶走了 我就有机会 和全总在一起了 你的风流战 你自己解决 什么我的风流战 我都不认识他 你这个人啊 蠢就算了 你心肠还不好 你这样的人 怎么配出现在 大众的事业 从今以后 你不要做明星了 还有你 你以为做的事 没有人查得出来吗 你在网上真实的IP 已经查到了 这就是你要的证据 阿明 起诉吧 恶意诽报 新闻做大点 全走 全走 别了吧 姐姐 帮我 姐姐 我真的错了 姐姐 帮我出去 全走 阿姐姐 阿明 放心吧 我会把新闻撤下来 顺便发个声明 发声明有用吗 声明我父母 不是死于高利戴吗 人都没了 我还能去找谁求证呢 老板 十八年前 也就是您父母出世那年 他们其实是被追债时 意外坠楼死亡 并不是莫叉叉说的 被砍死的 当年他们死后 警察把那帮人给抓住了 但是那笔钱 再也没有找到 而且他们名下 也没有其他任何财产 那这笔钱到底去哪了呢 我今天在查 您叔叔的下落的时候 发现他正好在十八年前 做生意亏损了几百万 而在这之前 他并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 所以 姐姐那其实是我叔叔 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 当务之急 是找到您叔叔 看来 还是要找他帮忙 莫叉叉和薛小月 已经被起诉了 你也看到新闻了吧 在他们被起诉之后 我就一直在调查 你叔叔和婶婶的下落 但是一直查不到 所以我才怀疑 应该是有人 故意把他们藏了起来 我才刚回来多久 已经有不少人 等着对付我了 我会保护你的 我可以保护我自己 等一下 莫云小姐 找到你婶婶了 莫叉叉的新闻 发出来没多久 就有个女人 在公司楼下闹事 说她女儿是大明星 被陷害了 然后被我们的人发现 就给带回来了 莫云 怎么是你 是你的人把我骗过来的 你想干什么 是不是你陷害珊珊 我叔叔在哪 在家养着呢 不能随便出门 为什么要把她藏起来 谁藏了 我怎么可能 那好 带我去见她 不行 万一把她弃病 带我去见她 或者让你女儿坐牢 你自己去 沈沈 沈沈 是沈沈回来了吗 沈沈沈 沈沈 是你 你回来了 叔叔 你可以讲话了 沈沈 这几年 你都上哪儿去了 我醒来之后 就见不到你了 你沈 你妹妹 说你嫁到国外去了 是真的吗 叔叔 我想知道 我父母当年 为什么会借那笔钱 当年我做生意 亏了好几百万 我要不是亏了几百万 你父母的债 我就可以帮忙还上了 我想知道 我父母当年 为什么会死 他们为什么会借那笔钱 我大哥 就是你爸 他当年看我做生意 赚了点钱 他也想做生意嘛 所以就借了那笔钱 谁知道 全亏了 怎么可能 我不信 这是事实吗 月月 没事啊 你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 你不要再纠结了 不吗 月月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莫总 月月 你怎么了 月月 我送你去月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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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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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走 我要等他醒过来 我们在这儿等就好 不落全总会醒了 墨云是我的爱人 江淮 你不要妄想了 三年前你错过了她 现在请你不要再纠缠她了 两位老板 莫总还没醒呢 莫玉 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玉玉 你施语症有犯了吗 什么叫诱犯了 她自小就不会说话 那是因为受了刺激 患上施语症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变好了 如果现在再受到刺激的话 她还会犯 莫玉 是不是你叔叔 爸 你千万不要说那钱是你借的 这是为什么呀 莫玉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姑娘了 她现在很可怕很厉害的 如果 如果她要是知道的话 她一定会加倍报复我们的吧 我不想失去现在的工作 你一定不要承认啊 爸 我答应你 好 莫云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施语症又犯了 又犯了 她 她是 又不能讲话了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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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又不能讲话了 我今天 就是跟她家 她父母当年做生意 借高利贷的事 莫先生 她父母当年 真的是为了做生意而借的高利贷吗 你这么问什么意思 那我问你 您当年做生意的钱哪来的 这 只找朋友接的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要死不承认 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三年前你卧病在床 当您的女儿还有妻子抛弃你的时候 是莫云一个人为了你 想尽办法再筹钱 现在她好不容易能说话了 却因为这事再次事与 外界对她父母的事情如此的恶意揣测 莫先生 但凡你对她还有一丝丝的感情 请你说出真相 听说您是极光集团总裁莫云的叔叔 您要曝光他 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您要曝光他什么呢 我 爸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 我爸精神有点问题 你们就别了啊 是的 他叫他爸呀 快走啊 走啊 别催我 我想说 我想说对不起 莫云 更对不起 他们全家 当年我为了做生意 让莫云的爸爸 给我接了一笔高利贷 我以为我不会亏 我以为我会赚 真的 我以为我会赚一笔 没想到 全部赔了 高利贷来追债 我不敢冲 更没想到 害死了莫云的父母 我有罪 我真的有罪呀 爸 你们不要再拍了 别拍了 别拍了 不要再录了 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不要再拍了 莫云 是莫云来了 快拍 玉玉 叔叔 真的对不起你 叔叔更不应该 瞒着你 这么长时间 我可以用命 陪你 你不要难为珊珊 叔叔求求你了 叔叔 谢谢你让我长大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替我父母原谅你 你有什么资格 谴责我们 要不是我们 你怎么都还没恶死 如果不是因为你吗 我就不会失去父母 不会寄人理想 不会当个哑巴 十几年 不会被人当物品 一样卖掉 不会承受那些 我本不该承受的痛苦 我念你是叔叔的女儿 不会把你怎么样 但是你 从小诬陷我 欺负我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做演员 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公众面前 莫小姐 请你怎么摔了动手身的马 对啊 不要放了 不要放了 再给我们细说一下吧 莫先生 想哭就哭出来了 别忍着 没什么可哭的 只可惜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才能还我父母一个金 莫远 你父母一定是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 而不是充满这仇恨 你的消息准确吗 极光要收购的是我们 目前看极光的动向 应该是冲着我们来 木居 你个贱人 收购我们白氏集团 你以为你算的什么东西 白氏集团这三年来一直在亏损 虽然拿了全氏集团的投资 但也没能挽回一直亏损的局势 而卖给极光集团 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我告诉你 就算我们白家破产 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白总好气度 你不害怕破产 那其他董事呢 要不请他们一起来开个会 莫云 你是来报复我的吧 报复 有必要吗 白氏盟我是来帮你的 被极光收购 你还可以拿到一笔钱 不然以后真的破产了 你可能就要流落街头 你以为你胜算很大吗 我们背后还有权势 你休想逗我们白家 倒是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爬上今天的位置 但是 下个人永远都比想 爬到我头上了 走在这种地方 你得很小心 因为草都长到 大腿的高度 哈喽 说过的事 谈得怎么样了 还算顺利 不过还得再谈一次 那这一次 说过的事谈完 我们就一起回美国吧 再说吧 我这边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可以请个 职业代理人 不用自己承受的 在意吧 你不会是 舍不得走了吧 这毕竟是我 长大的地方 肯定会有舍不得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走 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姜怀 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我也希望你能早点找个女朋友 早点见 好 我知道了 少庆啊 你跟了莫总多久 两年了 不短了 你是知道 当年我跟莫云怎么把激光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但是现在看来 那个全玉玺 打乱了我的计划 影响了公司的发展 乱了莫云的心 对莫云影响很大 我和莫云是战友 我对她的感情你是知道的 你会帮我的 对吗 你要多去她助理那儿套货啊 我这没什么事 你不用来也行 知道了 老板 对了 莫总现在应该又去白石集团了 白总 我们的收购条件就是这样 我相信没有人比我们出更高的价格了 另外 这份报价我已经发给了贵公司的所有股东 他们没有一切 你们都先出去吧 我想跟莫总单独聊几句 莫云 你现在还真是让我感到意外 没想到被亲人背叛 还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你了 怎么 是不是很奇怪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他们就是我躺起来的 我就是想让你永远以为 你的父母死得那么难堪 不然 你怎么会痛恨一辈子呢 你抢走了我的玉哥哥 还想抢走我的公司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 莫云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玉喜在一起 你难道忘了三年前的那个孩子吗 莫云 你想想那个死去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玉喜在一起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玉喜在一起 别哥哥 什么孩子 你骗了我 你骗我喝下多台药 骗我是全玉喜不想留下这个孩子 是你 是你杀了我的孩子 是 我是骗了你 他是不知道你怀了这个孩子 要是知道了 他就一定会娶你 但是我守了他这么多年 凭什么最好是你 我不敢谁 所以说三年前我没有一个孩子 玉喜哥哥 你听我说 滚 莫云 所以说在那间你不辞而别 是因为你怀孕了 以为我不知道有孩子对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莫云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你 对不起 所以你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冷淡 也是因为这个对吗 我不知道 既然你现在知道了 我也是被诬险的 但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没关系 那么行 我可以的 热青 你干嘛去了 有点事 接了个电话 老板 你们俩 我累了 我要回去休息 行 你先回去休息吧 送一下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玉喜哥哥 玉喜哥哥 我只是因为爱你才这么做的 玉喜哥哥我真的爱你 你相信我 白亚梦 因为你的自私和狠 你们白家将付出严重的胆下 我已经将你们偷税漏税的证据交到了司法机关 很快你就知道该去哪里受罪 玉喜哥哥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求你原谅我好吗 我再也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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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了 阿明 走 那个 莫总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少卿 你最近怎么了 你刚刚差点闯红灯 对不起 我看你最近魂不守舍的 对不起老板 是 昨晚没睡好 晚上不睡 谈恋爱了 没有 我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是觉得工作太忙了是吧 不是 老板 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 等这几天忙完了 给你放个长假 老板 你不会是要开落吧 你想什么呢 我是想 如果我不回美国的话 以后就留在国内 处理国内的义务 你要是想回美国就回去 不想回的话 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跟着我 我怎么又梦见你了 我怎么又梦见你了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对那个助理那么放心 钥匙房卡全都给他 你把烧青怎么了 我还能干什么呀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也知道是法治社会 那你还擅闯名诈 我是怕你跟上次那样不辞而别 那这样 你帮我抓起来 出去 我要换衣服 我不 换男人出去 又不是没看过 吃早饭 这些都是你做的 买的 给你抱个鸡蛋 烧青呢 跟阿明在一块吧 安静待会吧 当度假了 多好 吃饱了吗 那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还行吗 那 能不能聊一聊 我们的事啊 什么 就是 我们能不能重 重新在一起 对不起 是当年我太蠢 听信了白亚蒙的话 什么都没问清楚 就逃走了 害你之前一直蒙在鼓里 终于知道你把我害过了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 知不知道 我错了 不行 不能这么快就原谅你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别管了 别管了 江总 听说白氏已经破产清算了 你什么时候跟我回美国 她不回去了 芸芸 你不回去了吗 对不起 我不打算回美国了 以后我就负责在国内处理国内的烟火 好吗 要不 你再考虑一下 我晚点找你谈 你知不知道 那个人喜欢你 我知道 你知道 是什么 对不起 我 这 我 好 我 呢 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啊 喜欢的人跟别人跑了吧 白亚蒙 你们白家偷睡漏睡 你还没被抓进去 那是因为我父母替我顶了罪 我才能苟且偷生 苟且偷生跑来找我干什么 我知道你喜欢墨云 看到他被别人抢走 心里不好受吧 这你都知道 当初调查他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 本以为你可以把他抢走 没想到最后你还是让他们在一起 如果三年前先认识他的事故 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 现在也有办法 只要让墨云给你回美国 不让他们见面 自然可以阻止他们 就情复燃 即使墨云跟我回了美国 却雨昕也不会爱上你呢 他可以不爱我 但他不可以爱上墨云 墨云 你老板人呢 你老板人呢 他跟江总走了 跟江总走了 去哪儿了 他电话一直关机 他 去 到底去哪儿了 墨云 你醒了 江总 你把我迷约了 你要对我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这些年怎么对你的 难道你心里不知道吗 小华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是我只把你当成好吗 好哥哥 我对你没有那种感情 陈总 陈总 江总在这儿 还有一处房产 江淮 我真的很谢谢你这些年 对我的帮助 如果没有你 我不会那么快 从痛苦中走出来 一起去了美国 还创办了极光 但我心里爱的人 一直只有痊愈心 小云 我不喜欢这里 你们一起立刻这里 我们回美国好不好 我不会跟你回美国的 我要留在这里 那极光呢 他可是你的心血 极光是我们一起创办的 我会让出所有的过分 为了那个男人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 这一次我不想再失去了 江淮以后你也会遇到 一个爱你珍惜你的人 但那个人不是我 莫远 莫远 你不要离开我 江淮你这样 我求求你莫远 你不要离开我 莫远 莫远 你住手 江淮 晚点 我会把股权让都输给你 极光不仅是我的心血 也是你的心血 好好珍惜它 回家吧 莫远 杀了你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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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了你 月月 你别难过 都是我的错 教官 自受 我在呢 教官 教官 我在呢 如果 现实是你的是我 多好 我娘就不去了 时隔18年的这代夫妻被杀案真相水落石出 当年的媒体报道以为二人的名誉平反 而身陷其中的极光集团总裁墨云已宣布卸任 由董事长江淮暂待集团业务 据悉 全市集团总裁全玉玺已向墨云求婚 全市淡婚 行业震荡 你快点啊 怎么天天上班迟到啊 现在助理都敢催老板了呀 再莫及你就自己走吧 好了 老婆 看吧 我们老板比你那个什么江总好多了吧 这都过去多久了 还说 还不让人说 你们还不过去开车 想被开除吗 都听你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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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